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术上讲我们通常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古物类的杂粮 比如说我们的小米 高粱 燕麦 荞麦 还有青柯 这都是古物类的杂粮 还有一些杂豆类的杂粮 这种杂豆不同于大豆 它是淀粉制的豆类 通常的油脂含量都很低的 都是1%左右 比如说豌豆 绿豆 吃小豆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蚕豆 阴嘴豆等等 都是杂粮的杂粮 还有就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薯类杂粮 薯类杂粮就包括我们的干薯 还有我们这个马铃薯等等 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吃到很多杂粮类食物 比如玉米 小麦 高粮等 谷类 干豆类 以及薯类食物 它们营养丰富且热量较低 容易让人有饱腹感 适当吃些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能够排除废物 减少毒素等等 因为杂粮的种种好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杂粮 甚至有的人只吃杂粮 可是这样吃法真的科学吗 因为粗粮对身体好嘛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饮食健康嘛 现在不都健康嘛 健康的饮食嘛 这都是 粗粮嘛 它的锅 它是锅中营养嘛 不同的搭配到吃嘛 喜欢啊 为什么喜欢吃粗粮啊 粗粮 健康吗 有利于尝到消化 再就是那个 抗癌 关于粗粮粮的消费 我们还是鼓励 那鼓励的进行一定的消费 那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那实际上也有一个建议的量 在中国居民善事指南当中呢 关于骨类食物的消费呢 我们是建议每天要吃到 250克到400克 那就差不多是半斤八两 要吃到这样 有些杂粮的话 我们是需要 食用量够多了 也不一定是对人体是很好的 那么要我们要 重在的也是一个坚持 一个经常性的吃 而不是说我们要 在移动里面就是吃的量太多 杂粮所具有的种种诱惑功效 还是让很多人加入了吃杂粮的大军 市场上也有很多食物 打着杂粮的旗号来叫卖 殊不知 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老人和孩子 由于胃肠功能较弱 杂粮吃多了 容易引起负账 造成消化不良等一系列的问题 于是有人想到了杂粮细作 就是在日常的食物中加入了杂粮 这样既改善了口感 又有助于消化 还不会损失太多的营养 家住四川成都的罗阿姨 就是一个喜欢杂粮细作的人 红薯嘛 就在煮西饭的时候 然后就煮一部分红薯嘛 玉米嘛 然后就过蒸嘛 用那个蒸锅过蒸 巧面嘛 就煮在那个米饭里面 加一部分 土豆嘛 就一般用来炒啊 还真去吃 还活着那种红薯 一起真爱吃 成都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这里地势平坦 河网纵横 物产丰富 非常适合农业生产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它的商贸业也非常的繁荣 时至今日 成都儼然成为了 中国西南地区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成都的生活节奏很慢 人们很享受生活 作为一个成都人 退休的罗阿姨 每天下午都会去菜市场广广 购买一些杂粮食品 然后再将这些杂粮做成日常的放菜 和家人一起食用 在罗阿姨家里 不仅大人们吃杂粮 连小宝宝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吃杂粮 还吃得渐渐有味 有土豆 红薯 荞麦 还有玉米 这四种 这四种一般都是 我们家都是常吃的 我知道饭是红薯嘛 吃了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嘛 因为它是长寿食品嘛 它有通便的作用 玉米有那个 它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口感也挺好的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草莓嘛 草莓有燃化血管的 还有土豆 土豆是有美用 起美用的作用嘛 它维生素也挺高的 从粗杂粮的营养特点上来看呢 它因为它的加工是 不需要这个过于精细的加工 因此呢 它如果是跟大米白面 特别是过于加工 过细的大米白面来说呢 它含有相对来说 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卫生素和矿物质 因此呢 它是有利于健康的 它也跟我们一样的吃 我们吃什么 它也吃什么 但是还是要跟它每天 它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搭配一点粗粮 在长都的大鸡小巷里 我们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面馆 每个面馆都是人满无患 甚至在有的面馆外 人们在凳子上吃面 由此看来 吃面是长都人的一大爱好 罗阿姨也是如此 自己平时既喜欢吃面 又想要健康饮食吃到粗粮 怎么办呢 于是罗阿姨想到了吃杂粮面 这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每次她都会去超市 购买各式各式各样的杂粮面产品 回家后准备吃 现在身体情况也挺好 没有什么高血压 没有那些三高 也许就是吃猪粮的结果吧 正是因为罗阿姨这样的消费者需求的扩大 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杂粮食品 杂粮面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杂粮面生产的过程跟一般的面条差不多 首先要将各种杂粮和精粮混合到一起搅圆 然后通过机器加工成面 再做成面条 最后再将其切成一个个面饼 包装长香消瘦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种市场上销售的杂粮面中 杂粮含量到底有多少呢 它能够满足人体对杂粮的需求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记者选择了几种杂粮面 来到了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希望通过专业的检测 帮我们找到答案 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 谭平老师决定给我们做一个对比试验 他们用青柯面饼 普通面 苦桥挂面 普通挂面等四种面制品 来做对比检测实验 一个多小时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通过表格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青柯面中总膳食纤维的含量为12.8% 而普通面为4.5% 另一方面 苦桥挂面中的总黄酮含量为1.3% 而这款普通挂面中并未检测出黄酮 可伦酸纤维的含量很高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人体的血脂的控制是有利的 苦桥里面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三酱的作物 所谓的三酱就是酱血汤 酱血脂 酱血酱 那么经常性的 长期性的摄入 对人体这种健康的促进作用 应该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认可的 由此看来 杂粮面里面的营养成分 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将杂粮 杂粮产品与我们的日常饮食搭配起来使用 杂粮的使用消费 它其实有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杂粮的原料到家里去 可以在家庭里面制作 比如说我们去熬粥 比如说我们进行各种杂粮的搭配 来进行欧洲 也可以就是跟我们的煮米饭进行搭配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选择的工业化的制品 比如说我们的杂粮方面面 杂粮挂面产品 那么家里面做的话 就是这个就不具于某一种形式了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搭配了 一个就是通过杂粮粥 把这个几种杂粮放在一块 通过熬粥的一个形式 另外一方面像玉米呢 你可以通过蒸窝头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菜团子啊 通过这种形式也可以达到这个消费的一个目的 目前国内存在粮食加工过于精细化倾向 不仅造成粮食浪费 还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相关生产和投入政策尽快地建立 更好的推广全穀物和杂粮食品 虽然杂粮的好处很多 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 不能过度地将杂粮神级化 我们日常的饮食也要遵循食物多样化的原则 粗细搭配 科学合理的安排 回溯中国现代科技的历史 将一种传媒推广到五千万人时 收音机用了三十八年 电视机用了十五年 而互联网仅仅用了五年 十多年来 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应用与服务 引发了中国百姓生活和工作方式的革命 人们在这张大网上购物交流获取信息 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可或缺 然而很少人知道互联网刚刚走进中国时的样子 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再到每个人的指尖 每个环节都迎接了一代代互联网人的努力 这里这是北京几千家档馆中很普通的一间储藏室 然而很难想象 这里却承载了一个国家网络起源的记忆 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 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一批科学家与历史偶遇的故事 而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二十五年前的北京说起 1989年初冬的北京 寒冷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 在京城北域的中关村 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穿梭在还不算繁华的街上 不久前他们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 受到了互联网这项新技术的洗礼 表面这些知识分子 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 看似瓶颈瑟碎的工作 然而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波澜 他们隐隐地感到 自己正在苦苦摸索的这项看不到摸不着的技术 也许可以改变中国 我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这个计算机联网是将来是非常有威力的 最重要的一个 它是一个传出汇聚信息资源的一个大平台 虽然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不了解这项技术 甚至没听过互联网这个名词 上世纪六十年代 科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提出了 全球网络这一化时代思想 按照他的想象 当全球范围内使用计算机来工作和思想的这些人 都互相连接起来的时候 世界将发生巨变 冷战时期的美国军方 将这一概念设计成一个通讯网 这个网络由每个分散的点组成 假设一些地点被核武器摧毁 其余的站点也能通过某种形式取得联系 这就是互联网的雏形 阿帕网 70年代后 互联网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 而地球另一段的中国 却很少有人关注互联网这项技术 如何真正与世界互联网连接 让许多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较尽脑汁 但是从1989年的初秋 这种状态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一个日后深刻影响 中国互联网的工厂开始了 1989年11月 经国家纪委组织 世界银行贷款中国国家计算机 与网络设施项目 简称NCFC项目 目的在于将北大 清华 中科院三家的计算机网络 联起来 实行三角地区内科研资料和数据的交换 形成信息共享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看中了 这个清华 北大 中科院 这样一个科技人员 教学人员 开发人员 比较集中的 技术力量 比较强的 这么一个地区 现在看来 NCFC 只是一个地区性网络 但在当时国内部署这么大范围的三角网络还是第一次 世界银行提出了许多原则 包括传说戒指必须用光栏速度不能低于市场 而最强烈的要求是网络协议必须同意 所谓协议就是握手的意思 就是说我传过这些东西你能认识 你传过的东西我能认识 当时清华 北大 中科院三家机构 此前已经分别使用了X.25和DCnet的网络协议 到底用哪个协议 学者们为此争论不朽 我们以什么为主 以Decknet为主 还是X.25为主 还是以什么为主 所以我们面临着怎么互联互通 用什么协议互联互通 那就有一个决策问题了 决策对了就是对了 决策错了 那你就是影响好多年 对此 NCFC管理委员会的专家 进行了深入的认证 有的科学家提出 干脆两种网络协议都不采纳 而且用当时还没进入中国的 PCP-IP协议 1974年 阿帕宝的罗伯特·卡恩 和斯坦福大学的温登瑟夫提出 PCP-IP协议 定义了在电脑网络之间 传送网络的方法 美国的学术界都是TCP-IP 那么我们自己如果不跟它这个 兼容或者那我们将来很麻烦 要做很多转换 因为这种转换一个是下来低 还有一个有很多功能可能就做不了了 经过讨论 NCFC管理委员会起草了一个14条纲要 其中有一项就是采用TCP-IP协议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 就我们这个NCFC的主干网 采取了TCP-IP的协议 其他你现有的网络 X-TEN-400 X-TEN-25 这个Degnet等等 搞一个协议转换 转到TP-IP 1991年 NCFC项目动工 最初规定 中科院 清华 北大 先各自做自己的网络 等各院校做完之后 统一互联 然而当三家互相连接的时候 却缺少一个重要的工具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陆路系了 因为陆路系的作用 就是把不同的院校 不同的区域网连接起来 连接两个以上网络 需要一个特殊的设备 陆游器 它处于网络的交汇处 当数据从一个网络 传输到另一个网络时 如果没有陆游器 信息将不能被指定的路径识别 它有个叫广播风暴 我发一个信息 我并不要发到清华 我可能科学院内部发的一个信息 它会广播到清华 广播到北大 反之一样 他们那边的任何信息 也要向清华广播 这样的话 给清华的负担很重 那么大家效率就会低 如果有了陆游器以后 陆游 比如说是清华内部的 它又不出来了 清华到北大的 它只经过清华到北大 不会到我们科学院来了 这陆游器是有这个陆游的限制 就往里找到这条路 现在各大电子购入商场里随手能搜到几十种陆游器的规格 但在当时包括陆游器在内的许多先进网络设备都对我国进去 于是NCFC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开始研发陆游器 自己制作陆游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内没有相关的图书资源 科研公关小组开始千方百计的搜寻资料 那书籍国内上当时基本上是没有 只有一些期刊当中偶尔有一篇两篇跟内容有关的 但是都不是很详细的东西 就在此时 从国际规律的专家带回了互联网官方大会的光盘资料 这里面存储了路游器结构的介绍信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摸索 国产的路游器终于研制成功 1992年底 NCFC工程正式完成互联 中科研 清华 北大三家网络 组成国内最大的定义性网络 这个局域性的网络就是如今中国互联网的雏形 当NCFC工程并没有就此得到大众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对它成为花架子的担忧 也有些学者专家认为 中科研制三个单位的话 基本上都是墙还到墙 三个单位啊 北大是邻居 跟科学也是邻居 你这么远的话 你如果要信息交流 其知情之度可以 何必要建网络呢 网络速度慢 网络上资源稀少 吵了咱们普遍的质疑 然而NCFC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家们 没有因为质疑而停止前行的脚步 他们决心全力推动一个正在计划中的项目 接入国际互联网 这一举动并不是鲜血埋潮 中国没有互联网 而暴露的地端 仅许改定 当时的像这个图书资料 一般纸质资料的话 要国外发表了 出版了 然后再买进来 然后在图书馆上架 你这个没有半年一年的时间 就看不到那些信息 然后一个索 图书馆就这么一本杂志 常常看了 你实际看不着 你到图书馆去 还有拍着队 要等着一本杂志 所以的话 这样就耽误我们很多时间 今天在学术领域 后年晚已经变得孕了来 越不可或缺 查询资料 同行交流 提交论文 互联网 让世界变得扁平 天涯 如同比例 然而倒退二十年 一些科学家们 在国际上发表成果 却必须打运出来 祭祷国败 这样就会耽误几周的时间 有的学者 耗尽毕生的心血 研究出来的成果 恰恰因为这段时间的安革 被大国强陷在世界上发表 那你的游记啊 把你的稿子游记出去 游记录上花多少几十年 只要你游记出去 人家可能相同的已经是 有些可能科学家 这个辛辛苦苦做了十年 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好不容易出了成果了 结果落在别人后边 此时 中国正处在 歹格的第二个十年 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的第一生产地 但是 联络国际互联网的六十个国家里 并没有中国 对于这场 即将风起云涌的虚拟革命 中国的科研教育界 感到强烈的紧迫感 各切的需要能够 共享 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 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于是 在听取中国科研教育界的 广泛反应后 NCFC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 踏上了 介入国际互联网的征程 按照常理 如果哪个国家想要加入互联网 就要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提出申请 NSF是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 它主要负责美国科研的科学研究的 在美国因为它历史形成的 美国早期的网络 它是由美国NSF资助的 1992年 日本举行国际互联网大会 NCFC的专家们 约见了NSF国际联网部负责人 第一次正式讨论 中国运入互联网的问题 原来答案令人失败 NSF迫于非技术性的障碍 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NCFC的委员们并没有忘记 多次在国际互联网会上提出申请 而许多外国专家也呼吁让中国连入互联网 1994年 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国务院提出 介入互联网的报告 国务院非常重视 很快批准同意 与此同时就在同年的4月 中美双边科技合作例会将在华盛顿举行 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的胡启航 打算借用这一重要的契机 早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再次重申 连入互联网的要求 与会期间 胡启航找到了NSF的主席尼尔莱恩 我说我们这个NCFC是一个科技网 科技和教育 就是北大清华科学院 我们希望进入互联网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尼尔莱恩很爽快的答应 胡启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是不是需要跟你签署一个什么 他说不需要 我也觉得很意外 我以为一定要签一个什么保证 怎么怎么 就没有啊 什么他也没有 很开放 1994年4月19日晚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的一间机房内 李俊坐在电脑前忙碌的挑适着 所以大概到晚上可能是10点还是11点的时候 突然就通了 当时就很兴奋 对吧 因为当时兴奋不是说因为是别的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李俊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赶快找出外国的网址 登陆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上 通了以后我立马可以连到美国去 而且我第一个 我是中国第一个在中国本土的通过互联网到国外去转了一圈了 就是这一瞬间 见证了中国与世界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 由此实现 文件传输 远程上机 手把电子邮件 这三大主流应用的直接使用 第二天 李俊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唏嘘 当时有点私心 希望能够这个世界能够自己再玩玩 所以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去告诉领导 第二天上午我又玩了 早上来了又玩了一会儿 然后到中国差不多到中国的时候再跟民党说 但实际上也能讲实际上这个条通应该是在十九号夜里 随后作为一个示范性网络 NCFC的建设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发展后联网的热潮 1994年5月 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错恩教授的帮助下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从国外迁移回中国 为中国的域名注册提供了资源保障 随后中国四大骨干网 中国科技网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中国金桥信息网相继展开建设 1996年Tina Night开通 向全社会提供商业化服务 中国的互联网开始从科技领域向外延伸 更多的人开始尝试体验互联网的魔力 首先你看你收发email 非常的方便 而且是即时就能收到回复 是吧 就觉得太神奇了 一下子觉得世界变得很小了 可以说每一次上忙 都会有一个让你期待 和最后让你感到非常兴奋的那样一个时刻 而这种感觉在今天已经不会好 短短十几年间 互联网的崛起 无可置疑的改变了整个中国 从最初看起来微不足大的技术 到如今形影不离的生活工具 互联网几乎已经渗入普通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将会铭记互联网的神奇魔力 而那些将互联网引入中国的科学家 也将永久地带入历史的名册 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 贵州省镇宁县江龙镇的丰堂大山 海拔1645米 中年云雾缭绕 据说这里出产一种茶 不仅茶色鲜亮 茶汤好喝 而且还能延年益寿 当地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 常年喝的就是这种茶 我们四里八乡 方言的几个好多个自然存在 百岁老人很多 我发教他们呢 基本个个都喜欢喝这一批大山上的茶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方言百岁的人都晓得了 这个茶确实它抗衰老 你比如我今年六十八岁了 快七十岁了 但是人们都说我只有五十来岁 周永斌是山下干大村的居民 当过多年的村干部 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他发现这里的茶叶好 与山上的土质有关 丰堂大山有很多的磨刀石土 这种土土质疏松 储水性强 透水率高 是一种酸性土壤 适于种植茶叶 而周围的山几乎都是火石沙土 什么也种不活 这批大山上的土子 这种包补不好 这种荒豆也不好 这种其他的种植物都没有收入 干费都是茶叶的仗势很好 数年前 朱永斌和儿子朱林佳 就在山上开辟了茶园 运用祖辈流传的土法炒制茶叶 尽管在当地很受认可 可是拿到外地并不走敲 之后朱林佳外出学习 并请来了做茶的师傅 经过几年的努力 茶叶的色香味大为改观 由于朱永斌一家是竹王的后裔 因此他们把自己做的茶称为竹王茶 每年农历二月十二这天 当地的苗族同胞都要用隆重的仪式 欢度他们的传统节日竹王节 为了让自己的竹王茶在竹王夜上亮相 朱永斌这几天正忙着采茶 他一定要敢在竹王节举办的前一天 做出上好的新茶 这个竹王节是我们每年日夜十二集中的节日 都要赶紧在日夜十二以前 煮出一点新鲜的威名茶 到竹王节那天 在竹王夜上 这个听竹王茶 现在正是采春茶的好时节 妇女们跨上竹篮 穿行在大山之中 她们以一种虔诚的姿态 采摘着茶树上每一个嫩芽 采的时候 要求叶片线小短薄 嫩绿云长 这正是竹王茶品质独特的保证 尤其是在清明前采摘 有成明前茶 这时茶树没有生虫 采的茶可算得上纯绿色 而采摘毒芽就更费事了 一斤茶包含五万个芽头 采摘工一天 就得采五到六万次 才能采到一斤 茶的成本高 口感与内在品质 自然也不一般 采回来的茶要摊量分减 在朱永斌看来 要让这竹王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好茶 首先要在茶青上下工夫 每次采回来的茶青 他都要亲自过目 并冰煮分检的工人 不能混进任何杂志 我们煮这个茶呢 手要洗干净 脚手衣服都全部要花花 要洗干净 在煮茶的当中 不能抽烟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经过分检的茶青 要进行杀青 这是第一道工序 把茶青放入滚筒 高温炒沙 高温破坏了鲜叶中的氧化酶活性 抑制了鲜叶中的茶多酚 有利于香气的形成 杀青之后 便是揉碾 揉碾除了作形 主要是造成细胞的破碎 茶汁溢出 溢出的茶汁附着在 已形成的液表面 干燥后冲泡 才能泡出颜色和滋味 揉碾结束 便要搓团体好 师傅们将茶坯置于掌心 双手合拢 旋转揉搓 如此反复 直至白豪竖起 最后是烘焙 烘焙是为了再次清除茶叶中的水分 以便更好的宝藏助存 整个加工过程 师傅们都要用心去做 手眼心并用 才能做出好茶 这就是做好的竹王茶 外形调缩紧气 卷曲 香气浓郁 冲泡之后 汤丝绿黄明亮 牙头云长 牙液舒染 饮后满口生津 甘爽绵腆 从色香味形 几个方面 都是上场之作 这个竹王茶呢 一年一度的竹王节终于在期待中来临了 在竹王节上 尽受关注的是竹王宴 据说这竹王宴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 至今仍保持着用长期招待来宾的一封 两千多年前 汉朝的使者唐某 来费建我们的祖先夜郎王 那么夜郎王呢 就有这种长袭 几八块 还有牛乳 这些的来招待唐某 这种宴席呢 一直就在我们蒙正苗球的宴席之间 参加竹王宴的 不仅有百姓老人 得高望重的学者 还有远道而来的嘉宾 等客人们落作后 首先要奉茶 今年的产品 就是用猪肉冰刚炒出来的竹王茶 竹王茶 慢慢地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 能够流传下来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 探讨嘉宾和远道而来的客人 对自己的茶艺赚不绝同时 朱永宾开心地笑了 这是大家对他多年来 前进研究茶艺 致力于改善茶艺品质 所给予的肯定 其实竹王茶之所以好喝 主要是其中的氨基酸含量 比一般的茶也高 爽口回甜 特别是清明前采摘的春茶 口味更佳 至于竹王茶 是否真的能够延年益寿 还需要科学的论证 不过 竹王茶作为一种绿茶 对人体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因为绿茶中的茶多酸 咖啡碱等能清除对人体有害的过量自由基 具有抗衰老的效果 这也是绿茶被誉为国饮 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因 这种妙处自古流传的都喜欢种茶吃茶 我还是想把这一片茶艺开发起来 它茶池既然好 开发起来发展种植我们的竹王茶 这样我觉得更有意义 家住北京的余阿姨今年62岁 年轻时就喜欢运动 退休后的余阿姨自然也闲不住 平时有事没事就爱出门散步 但最近一段时间 余阿姨总是走着走着就感到膝盖不舒服 连带脚掌也开始疼起来 快五十退休的之前 是比较爱运动的 一个是爬山 一个是跳跳舞 在刚退了休之后 跳舞的时候 这个腿比较发沉 气概疼 疼的呢 它有时候还带着脚腕的脚掌疼 疼的就跟针扎的似的 晚上睡觉就一蹦一蹦的就那么疼 完了 我这脚就开始有点偏 就往侧面 往侧偏了 就躲着那个疼脸 眼看膝盖和脚掌的疼痛不见好转 而且越来越严重 已经影响到了正常行走 无奈之下 余阿姨来到了家附近的医院 静静检查 这一压就特别疼 对对 一念就疼 好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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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胳膊跟我们想吗 有点想 有点想 哪个脚疼得比较重一点 现在是右脚了 右面疼得重一些 对 有多长时间了 有半个月了 半个月了 在这之前也有些疼 是吧 这半个月比较重 是吧 对对对 它这个是还是那个脚都变形了 一个是脚变得平了 一个是脚变宽了 初步判断的 你这个腿呢 就膝盖 骨心关键炎的表现 一会儿呢 拍个片子 看一下 看一下它变化到什么程度了 在检查过程中 除了余阿姨所描述的 腿部和足部症状之外 专家还发现 余阿姨所穿的鞋 鞋跟一侧磨损的程度 十分严重 您这平时鞋磨损的也比较重吧 哪个部位磨损的多啊 对 这后个 因为我脚疼嘛 老是侧着手 躲着这个疼点 所以他这个鞋 老是后边这边磨得比较厉 不管是内侧的磨损比较重 还是外侧的磨损比较重 所以前侧或者后侧 没有尽比较重 如果说足部的鞋里有磨损 足部怀还出现了不湿 腿部出现了不湿 那就证明它有问题了 需要及到病因质量 为了更准确地找出病因 在专家的建议下 余阿姨随即对腿部 进行了CD检查 而检查结果 也正是了专家的判断 正常的是鼓鼓头的 就是中脸和怀管节的中脸 做成一个连线 通过膝关节的两个颗之间的 这个宗脸的位置 这是完全正常的 如果说它的宗脸偏向于内侧 那就是C内翻 我们俗称O形腿 它是偏向外侧 就是X形腿 我们医学生叫C外翻 刚才的余女士 主要是足部平足 在这个片子上 我们也看到足部相对比较平 平足时间长了以后 导致它内线偏向内侧 我们也就称到O形腿 C内翻导致的股性关节炎 那部分的表现 除此之外 专家还对于阿姨进行了 足底压力测试 和三枚布态分析测试 通过对于阿姨走路时 足底的压力和移动轨迹 来发现它潜在的行走问题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足底压力测试 三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为睁眼 睁眼站立 第二个测试为闭眼站立 第三个测试为步态测试 睁眼站立呢 就是指病人一个放松状态下 一个睁眼的平行能力 它可以观测到 病人的足底的压力分布 以及它的重心的移动轨迹 然后第二个测试为闭眼测试 闭眼测试呢 它去掉了视野的调节 来看病人的平行能力的情况 第三个测试为足底 那个步态分析测试 来看它的走路的步行能力 足底压力测试 不仅能够监测到 袁阿姨前足和后足的压力值 和压力分布 还能够将它行走时的 重心形成一个轨迹 轨迹的范围越大 就说明站得越不稳 平衡能力越差 因此造成脚的受力不均 引发腿部和足部的一系列疾病 通过刚才的这个步态的三维的检测 和足底压力的测量和S影片综合分析 它呢主要是扁公足母外翻 膝关节呢就是骨性的关节炎 有那个膝内翻的表现 从这来说呢 我看出来它脚的疼痛 主要是和它这个脚受力不均匀 前脚受力比较多 所以造成的疼痛 付纵力线的改变 专家告诉我们 人身体的不平衡会导致力线的改变 传导到膝关节后 容易造成膝关节疼痛 而治疗时 首先要调整足底的平衡 改变力线 减轻足底压力 从而起到缓解的作用 足呢就类似于盖房子的地基 当你地基出了问题的时候 楼呢一定会倾斜 一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我们呢 要想改善这个房子变得直 首先要改地基要改好 我们人体也是这样 要想人体的其他的力线 西宽 脊柱 没有明显的畸形和病变 那首先要地基盖得稳 足怀力线要好 受力要均匀 治疗的时候 首先从足怀开始 找到足怀的病民 这样有利调整 其他部位的相应的治疗 像袁阿姨这样 患有腿部足部疾病的人 不在少数 大多数人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类疾病才慢慢地显现出来 造成就呢 有一部分是先天 一部分后天 先天多与先天的基型有关系 扁平足 就是内藩足 外藩足 内靶子 外靶子 等这些基型有一定关系 后天性呢 往往和他运动的基型有一定关系 他这个过于 呃 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姿势 蒙力造成退部的足部的基型 因而呢 血部比较早 或者身体过于肥胖 都会造成 呃 整个肢体 尤其是足牌 小腿的压力过大 造成腿的弯曲 足牌呢 变成扁平足 所以说呢 因而呢 不遇过早地 站立行动 体重要适度 据专家介绍 造成这类疾病的原因有很多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病因也有所不同 而于阿姨的病因是由于先天疾病 加上后天穿鞋运动不当导致的 她这扁平足 主要是和她那个穿鞋运动不当 呃 年龄偏大 有一定关系 所以说她穿鞋 要穿足点厚一些的 并且有一定松软度的 有一定足弓的 对她足弓可以维持改变的 因为她脚是塌陷的 必须得有一个足弓 给她顶起来 对她进行保护 她脚底的神经血管受到保护 另外的受益就相对于 达到正常的状态 如果我们给她垫上足弓 把她足弓进行改变 就形成恢复到了正常的服装状态 她疼痛就会减轻 针对于阿姨的情况 专家决定采用足弓矫正的方法 来对于阿姨进行治疗 同时还要配合适当的肌肉收缩运动 平时更要注意对足部的保护 给您配备一个脚底鞋量 穿一段脚底鞋 让改善一下地线 很快就会缓解了 在一个肌肉的力量还需要加强 往上像我这样往上勾 对大概数十个数 往那腿要伸直 要伸直 伸直狗 伸直 对往上数十个 往下数十个数 往下数十个数 这是坐着的时候练的 好吧 坐着站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练 这么勾住来 这个腿整个都特别舒服 数进来血液循环 对对对 然后把肌肉里面的肺部 给它通过血液循环 给它走 把新鲜的血液给它淡回来 无论男女老少 平时都可以像这样做一些肌肉的收缩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维持肌肉的力量 同时保持正确的走路姿势 便和大大的预防 这类疾病的发生 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是抬头挺胸 不要过于低头 另外走路的时候 不一过小也不一过大 前脚掌一般的伏纵 然后逐踏到地之后 另一只脚才抬起来 逐渐伏纵 除了走路姿势 要尽量的正确之外 对于鞋子的选择也很重要 尽量要选择舒适度较好的鞋 并注意适时地调整鞋子的大小 像鞋底磨损严重的人 更要勤更换鞋子 鞋底的收缩磨损是一个信号 提醒我们 足踝需要保护和关注了 足踝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尽量是上面吃鸡 身体的发育快 运动比较多 要选择合理的运动线 提醒年轻的女性 不宜长时间的穿高跟鞋 人子托 老年人呢 不宜长时间穿过硬的鞋 缠时间的站立行动运动 要适度的休息 平时呢 我们要注意足快的保健 发现问题了 一定要及时就医 及时治疗 因此选择合适的鞋 长时间行走后 要注意适度的休息 都是保护腿部和足够关节健康的重要因素 不要让小毛病最终变成大问题